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敦煌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片地 敦煌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人们往往熟知它的种种文化古迹 却对它的农业生产了解甚少 那里有哪些农产品 生产状况是怎样的 在大力发展绿色安全食品的当下 敦煌的农民朋友们 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和努力呢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步入古老而神秘的敦煌 寻找答案 科学重要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大家好 我是小萨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的敦煌市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 是九泉市代管县集市 敦煌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 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 被沙漠戈壁包围 固有戈壁绿洲之城 敦煌是甘肃省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和瓜果之项 来到敦煌 恰巧碰到当地举办的葡萄大赛 这葡萄大赛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在敦煌每年到了九月份 各乡镇送来成熟的葡萄 通过专家老师们的品鉴来一决高下 光看这葡萄串就知道 想要种出这样磕磕饱满 煮原郁润的葡萄 农户可得好好费一番心思 这样热闹的场面让我们感觉到 他们对种植葡萄的热情 就是这份热情引领我们去了解 敦煌葡萄的种植情况 葡萄是喜光植物 每年葡萄树大概需要1500至1600小时的日照 由于敦煌大气透明度高 地势平坦开阔 是中国太阳辐射量最高的区域之一 全年日照时数3257.9小时 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光照 葡萄是洗水植物 敦煌树典型性暖温带干旱性气候 给人的印象就是沙漠和戈壁 那这里是怎样来保证葡萄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呢 敦煌虽然是刚寒性气候 但是敦煌绿洲又发源于 起连山的党和滋润成 因此起连山冰川雪水 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敦煌属于灌溉农业区 虽然在土壤方面 葡萄的适应性较强 但是沙漠土更适合葡萄的生长 据了解敦煌的土壤就是以沙漠土为主 土壤疏松 透气性好 这样的土壤才更适合葡萄根系的生长 了解了这么多发现 敦煌还真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 通过了解发现 在敦煌种植的葡萄种类很多 其中红地球的种植面积最大 这主要是因为红地球吃起来 口感比较好 有耐运输注藏 并且适合种植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敦煌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 那么在葡萄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是怎么做的呢 就让我们带着好奇的心 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从敦煌市区出发 向西南行驶七公里 就来到了敦煌市的七里镇 七里镇位于敦煌市西郊 是敦煌市的第二大镇 敦煌的气候条件 使得敦煌的土地严简化 这是由于敦煌年均降雨量为39.9毫米 蒸发量2480毫米 降水量小 蒸发量大 使得溶解在水中的盐分 容易在土壤表层积聚 形成了盐碱地 所以在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盐碱地大量存在 刘老师告诉我们 这盐碱化的土壤也能种植葡萄 但是种植的葡萄长得不好 要想风产就需要对土壤进行改良 盐碱地在土壤改良的时候 八十公共宽 一米二升 这个风产沟里面的土全部都清出去 用合砂或者细砂 然后再加上咱们其他地方的磕土 就是盐碱海量比较轻 或者没有盐碱的磕土 还有油脊肥 然后按照这个一比一比一的比例 然后回铁到沟里面去 这样可以有效地减轻 咱们这个风产沟里面的这个土壤 盐和碱的海量 作为我们东方地区来说呢 土壤改良是最技术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主要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为了葡萄的更新 人为的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空间 它直接决定了我们以后葡萄 能不能健壮生长 能不能正常结果 能不能风产风产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我们跟随刘老师走进临近采收的葡萄园 发现葡萄果实上都套着一个白色的袋子 小萨很清楚 这就是在葡萄生产管理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技术 套袋 在敦煌当地 葡萄在五月下旬进入作果期 这时就要为葡萄套上这样的小纸袋 可就是这么一个小纸袋 它的作用还真不能小看 这个葡萄的套袋呢 它有这么几个作用 第一个套袋的作用呢 因为我们那个冬黄的这个风沙比较大 套袋以后呢 它可以保证果面的洁净 它有利于提高 我们那个葡萄的果碎的外观的伤脾性 那么第二个作用呢 它有利于葡萄果蜜和果碎着色的浇荣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 它就是防臂 套袋以后呢 它被防臂发病以后呢 它被防臂的风生包子 它直接落不到果碎上 套袋的作用 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 关于袋子的材质 刘老师告诉我们 这与南方通常使用的袋子 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呢 要求它这个袋子呢 是个纯木降纸 不是说所有的纸它都能用 纸质呢 它就要求的是纯木降纸 这是一个 那么其次呢 透气性要好 第三个要求呢 袋子的腊质的要求 抹这个袋子的时候呢 比较粗糙 它们说很光滑的 像咱们南方雨多的地方呢 它的袋子呢 手感上呢 很光滑 它主要是呢 让雨水冲下去 我们东方套的袋子呢 它因为雨很少 就会不下雨 但是它要让光透进去 透进去的光呢 很均匀 纯木降纸带可降解 对环境污染小 并且能够重复利用 更重要的是 这套在葡萄上的纯木 浆小纸带 不会对葡萄的品质 产生影响 所以消费者吃葡萄的时候 不用担心 套在葡萄上的纸带 会给健康带来影响 您瞧 这食品安全 就是从这一点一滴的生产过程中 体现出来的 改变一点 讲究一点 农产品的安全性 就能提高很多 品质自然也就会更好 这不 我们正巧碰到了 葡萄成熟丰收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里的葡萄 到底有何不同 一年的劳作 就为等待丰收的时刻 每年的八月下旬 敦煌的葡萄就开始陆续成熟 纸带也陆续摘了下来 摘下纸带的葡萄 就露出喜人的颜色 我们的记者小萨 也忍不住想要品尝一下 这个颜色很好 而且上面这个果粉非常均匀 对 它是葡萄自己形成的 它在自然生长的过程中 自然形成了一个 它是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 我来尝一下 水分很好 而且它很甜 我们知道含糖量一般是在多少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红地球成熟采摘的 含糖量的要求达到18度以上 这甜也要甜得理直气壮 刘老师告诉我们 这成熟后的红地球将果进过测定 含糖量在18至25之间 而一般葡萄的含糖量在8至12之间 为什么敦煌的葡萄含糖量这么高呢 这是由于敦煌的日照时间长 并且昼夜温差大 使得浆锅里的糖分积累得多 所以敦煌葡萄吃起来会很甜 这也是敦煌葡萄产品得以畅销的重要原因之一 光照让敦煌的葡萄格外的甜 然而这光照也为葡萄种植带来了烦恼 光照就是在果粉刚上果粉的时候容易造成日酌 日酌病是敦煌常见的一种病 日酌病不仅影响葡萄的外观 还会降低果实的生理功能 导致果实发育后期 即注藏期间 这些受伤部位更容易感病 那对于日酌病 种植户门是怎么解决的呢 刘老师告诉我们 这奥妙就在这葡萄架上 它这种名称叫倾斜式小棚件 它是棚件的一种 这种这个件呢 我们适合于我们四北地区葡萄种植的一种架式 这个你看是这样 一个高庄 一个低庄 然后一个架杆 这个架杆的倾斜的角度呢 是45到55度 它另外就是45到55度 正好避免了咱们光照 就是在果粉刚上果粉的时候 光照对果的就是葡萄果类的日酌 发病的就 发的那个日酌的情况呢就比较轻 葡萄五月份下旬开始挂果 八月底开始成熟 在这段时间里 敦煌正好是最热的季节 光照比较强 根据敦煌的环境来设计葡萄架的搭法 藤蔓和葡萄架形成了一把保护伞 如同保护孩子一般 保护着葡萄的果实 这种倾斜式小棚架 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这个好处也是与敦煌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那么在这个葡萄呢 为什么就是要用搭这种架呢 这个跟我们东黄的主风向有关系 东黄的主风向呢 主要是以西北风为主 所以我们要求在葡萄种植的时候呢 是东西航向架口向南 是向南开口 这样的葡萄架减少了自然环境 对葡萄新烧的伤害 新烧的生长情况直接决定了来年葡萄的产量 新烧破坏严重 种植户等来的将是毫无收获的一年 所以通过简单的设施措施 确保了葡萄的健康生长 也确保了葡萄的产量 敦煌日照时间长 光照强 刘老师说 这光照控制不好有问题 这灌溉水控制不好也有问题 葡萄的更新呢 它是肉质更新 这个肉质更新呢 在土壤中呢 或者在这个土壤的含水量过高的情况下 它容易造成土壤的缺氧 土壤缺氧的情况下 那肉质更新呢 它就不发育 那么导致呢 它那水缝一样 缺氧的吸收功能就下降 这水肥的吸收呢 吸收的不好 或者吸收的不冲锋 造成地上不缝 轻伤不长 或者长势不良 那要怎样灌溉才能 恰到好处呢 葡萄灌溉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东方的地区呢 水要少量多次 就是青椒浅灌 这是我们灌溉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河里灌溉 使葡萄的根系更好的生长 根状苗材肥 在生产管理过程中 通过土壤改良 因地之一搭建葡萄架 河里灌溉等措施 使得葡萄的病虫害少了不少 但是病虫害不会因此而不再发生 东方的云是天气比较干燥 有家子呢 从东方绿州呢 四周都是戈壁沙漠 它本身有这个天然的戈壁带 这个病虫害油 但是发得很轻 这个虫害呢 主要是有这么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玉米米 第二种呢 就是明年虫 那个玉米米呢 和明年虫呢 它主要危害 咱们葡萄的这个新生 它就是在临时性的取舍 临时性的取舍 它危害的新烧 它对这个果碎果粒呢 很少有危害 或者即便危害了呢 它就有这个果粒呢 它咬一下 它就有一个口 它就解那就可以了 它对咱们整体的果碎果粒呢 它不会造成异象的 那在病害方面 又是怎样管理的呢 因为咱们东华呢 是个高温干燥的一个地区 它主要的病害呢 就是白封地 因为我们七月份 八月份的时候 有温度过高 有夹子 咱们的旱间的土壤 过干的 就就是葡萄园 空气的湿度低的情况下 干燥的情况下 它容易诱发咱们的葡萄的白粉碧 这个白粉碧呢 我们在东方 基本上放两到三次 第一次呢 就在六月的夏雄 用博尔多叶 全员碰进此博尔多叶 进行预防 这是第一次 在第二次呢 防的时候呢 在七月的中雄 七月的中雄 或者夏雄 这要根据咱们葡萄园的情况来看 这一次呢 咱们打一次呢 广不信的杀菌劲 广不信的杀菌劲呢 在这里面呢 都要谈去这 多军林啊 北军青啊 那么这些鱼 那么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呢 就在七月的夏雄 到八月的上中雄 这样呢 要根据每一个坡 原来情况不一样 我们在这一块呢 咱们开始要进行防治 用了三座类的药 三座类的这个农药 进行来被防病的防治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呢 就是用那么两次 一次保护 两次或者一次防治就可以了 广浦类药和三座类药物 都符合绿色食品用药标准 生产过程中 系统的管理 一步一步的 为葡萄的茁壮健康的生长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然就做到了 病虫还少 少用药的效果 使得生产出的葡萄 满足绿色食品的质量要求 刘老师说 这检测 要按照绿色食品质量 检测标准来进行 主要检测葡萄单果种 纵横径 糖度和农药残留生化指标等的检测 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上市的葡萄 不仅品质好 还安全放心 一日三颗枣 青春永不老 敦煌红枣的生产优势在哪里 枣农们又是如何确保 红枣生长的营养需求 更多红枣安全生产金 请继续关注 从农田到餐桌 走进敦煌 在敦煌除了葡萄之外 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农产品 那就是大枣 在敦煌流传着一句话 一日三颗枣 青春永不老 大枣又名红枣 在我国已经有八千多年的种植历史 可以说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不过如今敦煌的枣农们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大枣的生产了 他们要生产符合国家绿色食品标准的大枣 走进大枣专卖店 尽收眼底的是琳琅满目的枣产品 好 你尝一下 谢谢 这个大枣看起来果实非常大 颜色也非常好 它的肉质非常细嫩 品尝过红枣 我们迫不及待的驱车来到了红枣基地 带我们参观了解的是 阮振强厂长 阮厂长说 他是看着这里的红枣产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从最初的品种选择 技术考察 一直到现今发展成熟的红枣产业 阮厂长告诉我们 现在基地里种植的红枣多数为菌枣 这菌枣到底有哪些优势 能够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中获胜呢 阮厂长告诉我们 这菌枣抗汗 抗寒 抗盐碱 并且适合制干枣的特性 是菌枣在敦煌推广种植的主要原因 通过跟阮厂长沟通 了解到 这里的红枣已经取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为了生产出合格的红枣 这基地的选择有哪些要求呢 因为我们的红枣是按照以后 这个预测视频这个标准来种植的 所以首先保证预测视频这一块 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土壤的污染 是不是有污染的问题 再一个是大气也没有污染的问题 第三个是它浇的水也没有污染的问题 所以这个豆花它本身是个旅游城市 同时也是个农业大市 它没有其他工业 所以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厂区周围 更就没有什么工业的企业 就没有不从这个空水污染的问题 第二个是交流水 它都是齐年山的缺水 所以它也不从水的污染 实际上我们是委托以后 有资质的这个检测单位 对我们这个大气 还有土壤 这个水分 全部进行检测 同时都给我们出来的检测报告 看向远处 周围都是看不到的戈壁 这样严格的产地环境选择 为生产出安全优质的红枣 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符合绿色食品产地质量标准的环境 是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基础 但是在管理上 也要费点心思才可以 空气湿度的降低 在很大程度上 抑制了红枣病害的发生 减少了农药投入 和劳力投入 燃厂长谈到 在这里采用这样的低贯施肥 每亩农药用量 可以减少15%到30% 可以节省劳力15至20个 怪不得在这么大的红枣生产基地 只看到几个工作人员 燃厂长告诉我们 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可按照枣树的生长需求 根据全生预期的需求设计 把水分和养分 定量定时按比例提供给枣树 提高了水分利用率 达到节水的目的 同时减少了肥料的流失和挥发 这与传统技术施肥相比 节省化肥40%到50% 同时避免了滥用肥料现象的发生 您瞧 这使用低贯的好处还真是多 不过光在这水肥的使用方式上下功夫可不够 在使用低贯设备时 该选用哪些肥料也是有讲究的 重要原则就是要确保枣树的生长需要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为了防止低头堵塞 要选用溶解性好的肥料 肥料的可溶性是选择的标准之一 但是为了保证枣树的生长需要 染厂长告诉我们 在肥料的选择方面 可是马虎不得 我们这个红枣树的肥料是我们统一供应的 就是我们委托一家以后厂家 除它以后到我们农场来进行测涂 根据我们红枣各种营养成功的吸扯 专门给我们推发了这个肥料 所以我们统一供应上回来 就在原地面用的肥料 就是由我们制食人员进行配置 那么每次浇水 浇哪是水 甚至哪都肥料 由我们的这个生存部门专门专人来管这个事情 那么每一次以后地里面的肥料都有登记 在红枣基地 肥料由专门的厂家生产 肥料的使用由专人管理 对于肥料的使用情况 还要有详细的生产记录 这样一层层严格管理投入品的使用 就是为了使得生产出的红枣 能够满足绿色食品的质量要求 到了每年的十月份 红枣便进入了成熟期 树上的红枣会陆续的成熟 成熟后的红枣变成美丽的成熟的颜色 红的让人想一口咬下去 由于鲜果不宜保存与运输 主要以销售干枣为主 成熟后的红枣在枣树上自然风干 等到十一至十二月份再采摘 再经过冲洗 烘干等程序 加工成干枣 干枣在上市之前还要对其进行检测 符合了绿色食品的质量要求 才可以上市销售 来到了敦煌 才算是开始了解敦煌 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敦煌热情的阳光 体会了早上穿棉服 中午穿短袖的昼夜温差 我们惊讶于这片由沙漠和戈壁 所包围着的绿洲里 每年的金秋九月都会刮果飘香 这里的人们充分利用阳光资源优势 通过努力改善土壤的严俭化劣势 他们用执着追求的精神 在这片绿洲里种出香甜多汁的葡萄 和细腻柔络的大藏 为沙漠中清脆的绿洲 增添了动人的一抹紫 和娇艳的点点红 敦煌之行即将结束 现在还有一些恋恋不舍 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一座艺术的殿堂 为我们带来世界上的震撼 更多的是当地的人民 在用勤劳的双手 不断地为我们的餐桌 提供着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在行动 被誉为戈壁绿洲的敦煌 不仅在文化发展上永保生机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 当地的农业发展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景 这是科学兴农的美丽成果 也是当地百姓与时俱进 乐观向上的鲜明体现 希望这一次的敦煌探访之旅 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铭记绿色生产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并且运用到时间中去 好了 今天的网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共同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